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立法院这边诉求我们的蔡英文政府在5200上台之后就应该把我们碰手的器材拿回来换给我们老公 第二个 我们的老保年纪不应该打折 其实不只老保 所有公保 军公教 我们认为都不应该承受整个政府财政支出 是你们在做很多无谓的支出 不要让那些亏损转嫁到所有老百姓身上 第三个 是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派遣现象 大家知道 日本 韩国 因为派遣 所有的整个劳动市场 50%都是派遣工 造成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的一种弹性就业 他们的工作一年一千 每年到那天地 很多老公不知道隔年到底还会不会有工作 而且派遣劳工 他们没有联资接续的这个 联资的这个特兴价 没有严重奖金 这是把我们整个劳工做一个最严重的剥削 学生没劳钱 学习是还原 所以已经报告了 说报告了 公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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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我们认为 基本控制要挑衅 当然现在有很多会说 基本控制要不要法治化 我觉得老团这边还有很多的 讨论的空间 但是 所谓的基本控制 是保障一个劳工最基础 最基础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生活 我们认为 一个大言为的政府 你就应该拿出你保障劳工的一个这个信贷 来帮我们的基本控制要做调升 现在只有2万08块钱 我们认为应该要往上调升到2万6千块原整 第五个 劳动三权要保障 我们认为 劳工 在台湾的劳工 我们的劳动三权 团结权 正义权 协商权 相对的工会法 团体协约法 还有劳资正义主力法 其实目前看起来像是有保障 但是在台湾 工会的组织率太低了 我们劳工单凭个人这个力量 实在很难跟雇主来争取更好的保障 所以我们认为 劳动 劳工的组织应该更完整 应该更完善 我们现在的人数 从崩原路 满到中山南路 今天非常多的人 来到我们现场 现在是在台湾前 课本上的劳动法力 还有民主进步 还有体制改革 没有一个不是从街头开始的 对不对 我们希望今天上街头真权益 就是教育的一环 也是最好的教育 对不对 我们劳工和教师都是一体的 都是受雇者 劳田的保障 就是检验皇家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指标 并且在5月23日进行罢工 罢工当日下午就获得了资方的承诺 并且在接下来 5年内不会进行牵场 好 接下来是丰裕工会 加油 加油 丰裕工会也是在今年过年后 宣布要罢工的工会其中之一 丰裕工会过去跟资方有签妥 有一个协议 针对年终奖金的分配 因为这是汽车制造业 他们的 或他们薪水的来源 其中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靠的是年终奖金 但是从去年开始 新任的主管却不承认这个过去的协议 降低了他们的年终奖金 在历经一年的协商会果之后 工会从过年前就积极的组织会员 再过年后就进行召开会员大会 实施罢工投票 在罢工的罢工实施罢工的前一日 晚上7点 公司终于全数同意公会的诉求 恢复过去承诺的年终奖金分配方式 并且将这种分配方式具体的调文化 接下来是我们国道收费员自救会 加油 国道收费员自救会 自从两年前国家关场之后 全面改用ETC 收费员自救会就不断的在各个场合进行鋼针 包括他们总共上了三次的高速公路 还去攀爬ETEC架 希望交通部可以对他们进行国家安置 以及解决他们年资问题 包括他们的资遣费 并不是依照劳基法来做计算 因为政府认为他们是约顾人员 有另外一套法令 排除在劳基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而这也是公会团体这几年来之前 不断争取强调的应该要全国的劳工一体适用劳基法 不应该有这样例外的表现 所以他们在对于交通部的抗争 仍然持续下去 接下来是全国教师公会总联合会 全教总 加油 加油 全教总 受限于现在的公会法 并没有办法实施办公 但是在去年的一年一直到现在 来自于官方 学校的打压 从不间断 全教总也在各地发起各式的抗争 包括在昨天4月30日 由各公会共同到南投县声援教师公会 主意是由县政府跟教育局带头 科扣 会务工价 并对公会有刁难 这也是在过去一年从公会法实施之后 全教总不断的争取 教师公会也应该有完整的劳动三权 包括罢工权 全教总 加油 全教总 加油 好 最后一个我们要欢迎大众银行工会 加油 加油 大众银行工会 加油 大众银行工会 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由召开工会会员大会通过罢工 预计在2月初实施 事件的主因是因为大众银行要被原大银行所并购 但是大众却片面的违背了过去跟公会所签署的团体协商 如果有并购等事项必须先跟公会进行协商 但是资方却不愿意 在去年年底本来有一度达成战时的协议 但是后来因为并购的存续行原泰银行的施压 公司又跳票 所以大众银行工会在今年初积极发动各式抗争 也包括说后来的罢工行动 就在罢工行动展开之后 官方有来自于官方的压力及公会的行动 终于迫使原大及大众银行接受公会的条件 其中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是 劳工保有在合并过程以及未来的几年内 可以自由的选择要不要留在原泰银行 并且有优惠的离退方案 好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星海瓦斯工会 星海瓦斯工会在去年的时候 资方有所获利 但是片面更改他们之间的协议 过去星海瓦斯公司的盈余有4% 应该要分红给这些辛苦的劳工朋友 但是去年公司片面改变协议 把这个4%降到2% 后来在星海瓦斯工会不断的强力抗争之下 公司才终于恢复了4%的弘力 那在台上还有另外一位 是当时抗争协助非常多的 袁月娇副理事长 他因为这场抗争被星海瓦斯公司解雇 到现在还在进行负职的抗争之中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给他加油鼓励好不好 好 征劳全 给南战火 换政府 全面开了 征劳全 给南战火 换政府 全面开战 我们这些工会团体在自己的场内 进行了非常多激烈的抗争 不管是罢工 罢工投票 包围总公司 包围股东会 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基层工会 非常辛苦的在各自的场域里面 进行自己劳工团结前的行事 去年的五一游行 还有在今年的公斗游行的时候 我们都在总统府释放业务弹 就是要给过去的政府 还有要给未来的政府 一个警告 如果再不重视我们劳工的 对于年金的诉求 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九大诉求 如果再不好好重视的话 文斗停止 我们接下来公认就是要靠着武斗 来解决这一切的劳持正义